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着急啊 我一会儿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 或者是怎么去崩的 这是我的独家秘技 这是我的独家秘技 很多人崩捐的时候 要么就崩歪了 要么就崩撕了 别着急 没有框的朋友也不要着急 一会儿也有 都有 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先听课好不好 先听课 来 先转发一波 然后来走起直播间 点赞的朋友 点起来啊 我们先讲 前两天不是讲的时候 突然有这个事故 那个事故吗 没看到是吧 很多朋友也没有看着 也没有看到 今儿开始给你讲 你为什么要学送话 送话到底好在哪 今天就是我们2024年 送话专题的开课 也是我们讲 下边就要教大家 如何勾线 如何染色 如何在捐上画画了 但是你得先知道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送话 送话到底好在哪 这个是我们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先来讲 送话哪好 大家来告诉我 啊 来 先告诉我 送话好在哪 帮捐 不要紧 短视频 视频已经一对一发给大家了 小助手 如果没有的 去添加我们的弹出的这个送话领取 既有原图 又有我们的这个崩涓的视频 非常完整 送话雅致 送话精致 送话经典 送话构图好 还有什么 送话高贵 还有什么 来 大家把你心目中 你认为这个送话好在哪 扬眼线条美工整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送话好在哪 你听一听我讲的和你想象中的送话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吧 先来讲一讲这个送话它好在哪 我们讲我们喜欢送话 第一个 精细 对不对 很多人跟我说哎呀送话画的特别的精细 特别的优美 细 对不对 很多人一直聊哎呀我这个送话画特别细 没错 这是送话的一个特点 那精细精细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讲所谓的精细 请大家记住精细和细 或者讲细腻 或者讲我们讲特别特别的认真 这每一个词都是不一样的 我首先要请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送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搞混了 就是很多朋友在看这个画的时候啊 会看送话的时候把我们现在很多的内容啊混为一谈 比如说我们拿出一个拿出一个送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送话 很多人看到这个送话 认为哎呀这个送话很好 是吧 很细 我们讲的细 并不是你的那种啊 非常细致非常认真 关键是他的这种精细是我们所讲的 比如说表达到位细节表达的完整 或者说细节表现的非常清楚 一个转折一个变化 哪怕是一个事态 都是送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你比如说这张画是一个风吹的海棠 那在这个风吹的海棠里面 我们讲什么更为重要 如果你讲我们画的细 第一个 线条细可以这样讲 色色比较精细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画一个画的时候 难道仅仅就会注意到他的这个细吗 并不是吧 而更重要的 它要自然 而这里面的自然就是观察的细致 首先你在观察当中看到宋人在画这个画的时候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观察 那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细致的 而这种细致不是粗放的 不是概括的 而是每一个地方都表现的到位 而这种到位就是我们所谓的何为自然 是吧 特别是听过我前两天讲课的朋友 对吧 这种自然就是道法自然的自然 当然我们先不往上拔往 先讲表象的东西 你看一个画 那这个画它是有动态的动态的东西 首先画的形 画的结构 画的样子 画的色色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表象的 然后它处理的很完整 处理的很准确 处理的让你看到 哎 这就是个海棠花 没错 表象的东西 物体的形态也很完整 对吧 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其次我们再讲细节的表达 而在这里面讲细节的表达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画 迎风吹动 或者说被风意吹动如动一般 风吹一般是动感的 不是静态的 那你想想这里说 把一个静态的东西异于表现 但是我们想表一个动态的东西 是不好表现的 但是你看送画的这种精细 它把动态的东西表现的唯妙唯肖 对吧 那这里头不用讲了 这一看完之后就给人 哎这个东西是活的 或者说哎呀这个东西画活了 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吧 那这个特点是你在学送画的时候 或者说我准备学送画的时候 我一定要知道的那是精细 而这种精细 首先在整张画的描述上 或者说整张画的表现上表现力上 就首先它是要能够打动你的 如果都打动不了你 你还画啥呀 是不是 可能他这个画的还没有你画的好 或者是你随手勾出来的东西都比他画的好 那你还跟他学干什么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讲 送画 第一个精细 精细的让他可以感动 或者说让他可以打动你 就像看到一个姑娘一样是吧 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看到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 是不是这种感觉呀 你得打动你 你才能追求他 你才能喜欢他 你说都打动不了你 你为什么要去追求他呢 要去喜欢他呢 同样送画也是当这个东西 他从第一视觉上表象的东西 他不能够打动你 那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是不是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我们在学画的时候 首先这个画它是能够打动你的 对吧 想打个喷嚏啊 哎呦妈呀 真打出来了 你们谁想我了 是不是这两天没见我 你们是不是想我了啊 我打了个喷嚏啊 谁想我了 想我的发个一啊 这个画是有点 又开始不要脸了啊 嗯 你看 这里讲 第一个内容 精细 也是他写实的一部分 那之所以大家喜欢送画 也是送画 他从这个 我们讲绘画诞生开始 其实人类就一直追求着一个写实的一个过程 能够画的像 这一点是很难很难的 现在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 绘画把它画到写实 可能认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啊或者是有照片了啊 或者是有手机一拍都可以拍的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毛孔 都可以给你拍的非常的细致 但是在过去 在1000年前 在2000年前 在人类初期刚有绘画诞生的时候 刚刚拿起这个不是毛笔了 刚刚拿起这个木棒或者是任何东西 开始绘画的时候描绘的时候 其实写实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你看绘画的整个历史过程来说 到了送画 可以说是达到一个极致 甚至说一个剪刀啊 一个剪刀的时候 这个剪刀 如果说这个剪刀叉打开之后 到这个焦点的地方 就可以说到了这个写实的一个焦点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到这个节点就要产生分岔了 就要有认知了 就要有变化了 就要有意识了 有意识的在画外的东西开始注重 那画内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里讲写实 那写实你想一想 如果写实的话 是不是它的题材就需要广泛的题材和广泛的内容 那如果你看表象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还回到表象 那同样你还来看这个画的时候 那我们看下一张画 你看这种内容 或者说我们往下看 这种 这个好像不太好看 我们换一个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看 不太吸引人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吸引人的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个吸引人的东西 看了之后 没有让我们想画它的冲动 来吧画这个吧 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些冲动了 小伙子小姑娘之间的这种冲动 让人感觉到 非取它不可 你看 必陶图是吧 这个很有意思 放大之后 花的各种细节都能表现的非常完整 那这个里面大家看 我们先抛开 大的东西不讲 我们先讲 就讲最表最简单的浅层的 技法 是吧 我们一直讲奇迹引巧的技法 但是在这个里面 大家你可以看一看 在技法当中 在绘画的表现技法当中 它又是多样的表现技法 对吧 那这种表现技法 它既有这种我们讲的像染 又有各种村擦关系 那除了这种必陶图的变化 那刚才讲带了一句讲题材的问题 那你的题材又可以广泛 那题材一广泛之后 大家想一想 在绘画的技法过程当中 那除了色就是墨 对吧 那我们讲既有笔墨的干湿变化 那除了干湿变化 沟村点染擦 那你画山水的时候是有 那你画花鸟的时候 也会有 那这种什么 衬托呀 洗呀 染呀 那这种 就增加了它的变化 那虽然是一张小画我们讲 送小品吧 小品的画 它不像我们打出来的 给大家看的那个图特别大 我们在自己画的这个画上 也不过就一尺左右 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定的这个送画 多大呀 是33公分 对吧 33公分 那33公分 多大呀 一尺吧 对不对 一平尺大小 那你这个送画 最大也 不过就画到这么大 对不对 那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尺寸 那或者讲这里面的变化 一定要既要有墨色的变化 又要有各种构图的变化 还要有村擦的变化啊 村擦点燃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吧 这些东西都要有 那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在小范围的里面就要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呀 是吧 啊 是我本人吧 对 哎 对怎么叫小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传统的绘画传统的知识里 我们都是如一粒尘埃一样 那我呢 给大家呢 也不可能说我是你的大师 我是谁的大师 我连我 我是我闺女的爹 也就如此了 但是我把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告诉大家 那怎么告诉 我就是个传菜的小二一样 啊 人一喊 哎大爷您来小二画牢要点什么呀 哎 这个二斤猪头肉 哎 再来二两花生米 然后我就说哎 得嘞 大爷 我这就给您上 所以呢 叫小二 明白了吧 哎 您说我给您主厨干不了这活 啊 您说我收银子 这事我也数不清楚 啊 因为我以前当体育委员的 这个最多能数到 12345678 22345678 52345678 72345678 8234567 后边不会了 啊 还不如人家那唱歌的呢 1234567 7654321 这还能到场 我这不会 所以呢 今儿也只能跟您聊到这儿 所以呢 讲的好与坏呢 您就多单着 好呢 您就多听会儿 不好呢 您就这个凑合听 好吧 嗯 所以刚才讲 这讲到这个技法上的东西 没点关注 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的 加粉丝团 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 加我粉丝团 为什么呢 本来是要讲这个果树来清图 教大家怎么画 但是我也想 你要是先学画之前 你一定得先知道 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好 好在哪 所以这里讲 技法的东西 是我们后续从明天开始 课程里面要教大家 这是技法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可以先放在 姑且放在一边 然后明天继续开始给大家讲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我们接着来 有的朋友已经结束了呢 是吧 好 下面讲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 刚才有朋友说了 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叫送画的雅致 这点呢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雅致 你也不会去学 如果不雅致 你也不会去画 因为就是雅 雅怎么讲啊 我们讲雅家为雅 人骨为俗 用嘴巴说出来的东西 都是美的 都是好的 都是雅的 哎呀我非常爱你啊 我对你的爱 如同这个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 是吧 真正过到一个日 真正把你取到手了 把你骗回家了 完了之后 开始过日子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地鸡毛 是吧 最后过成什么样了 哎 我们就如同住在一起的室友一样 是吧 哎 早上起来 哎 室友你好 晚上你好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好那我休息了 晚安 是吧 哎 生活嘛 就是这样 生活是平平淡淡的 是粗茶淡饭的 但是你画出来的画 它一定告诉别人 给别人看到的 你们两口子 一定是甜蜜的恩爱的 说白了 你看出来的画 它一定是雅致的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桃花一样 对吧 你看到的桃花 它可能长在那个旁边就是一个牛粪堆 或者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伸出来的花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要把它画到画上 是不是 那这种雅致或者是品味就很高了 所以我们讲 宋画它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格调很高 非常的雅致 具有很高的艺术风格 而这种很高的特点 或者说这种雅致 就是因为 我们讲几个内容 第一个 它能从自然界中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东西 来取材 这是一点 它不是特意取一些 很特殊的 而是我们讲 生活周边的东西就可以看到 一枝桃花 对吧 一朵荷花 甚至说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 这里边有一个叫大豆图 是吧 大豆图 我不知道到哪去了 但是我争取给你们找着 是吧 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就是在它的这个旁边 甚至说 就在绘画者的身边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体现出它有意思的地方 你体现不出它有意思的地方 那我们还画它干嘛呀 是不是 这种就是在整个的绘画当中 或者讲 在作者的这个选材当中 题材当中 都是它身边的东西 那你想想 身边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 就太平常了 可能路边的一个多野花 我们都不记得 可能有时候我们伸脚的时候 就把它踩 踩上了 或者就把它踩坏了 那这个东西 我并不注意 但是在画家来看的时候 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说我就把它截取来之后 放到我的画上 它就非常的雅致 别有味道 你看 是不是这就是取材上 而取材上 并没有取材特别过分的 也没有取材上特别高级的 也没有特别高雅的 你说这个豆子图 就是个大豆啊 是吧 大豆可能就在 那就是老百姓生活当中 需要吃到的 喝到的 那平时我们家 长出来的一截大豆 但是我就把它画出来了 你说这个东西高雅吗 你说这个东西 有品味吗 你说一个大豆 我们讲 我们的画案上面 要显出我们的高级 有人说文人画 放川普 割掉高 文人的案头上 割太湖石 高级 是吧 文人的这个艳台上 割一个屏风 叫艳屏 这都是显示出文人的高雅 文人高级 宁求玉碎 不求瓦全 在这个紫沙湖上 他碎了之后 他这个完整的不行 还要用豆子给他撑破了 然后再鞠上他 再箱上 箱上金 是吧 显得高级 这都是文人的情趣 但是你想一想 这些东西虽然高级 但是我们回到千年前的送画 你看看这个豆子 你们家谁案头上 给我放两颗豆子养着呀 有没有啊 现在哪个大艺术家 啊 大这个什么美邪的什么画家 或者是什么什么大画家 大艺术家 你们家门口 或者说你的案头上 种两颗豆子 没有吧 这就是说明 我们讲在千年前的古人 他们的生活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哎呀多么的高 其实就是 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送画的雅致 不仅仅是题材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艺术家他能够发现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和其他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一想到花 来我问问大家 是不是夏天你一想到花 就会想到荷花 冬天一想到花 是不是就想到辣梅 秋天一想到花 是不是就想到菊花 然后春天一想到花 要么桃花 要么迎春花 就这几种 是不是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生活 因为你没有生活到田间地头 这些花是你最能够熟悉所知道的 而如果你们家院子前面种了一堆花 那不同的时节 不同的月份 长到不同的东西 那你自然而然 这就是生活 所以其实艺术是源于生活的 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么多么高 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特别是我们讲站在一个大美术的角度上 在这个大美术的角度上 其实你的生活 只要你生活在有人居住的地方 就一定有美术的存在 是不可能离开美术的 很多人说不信 那你看一看 我们讲无论是纯艺术的美术 还是设计类的美术 都在你的身边 那你想一想 我们讲 只要你看到的你的生活的 当中有人工加工过痕迹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只要有人工加工过的痕迹 它都离不开美术 比如说你们家的电视机 比如说你们家的汽车 比如说你们家的自行车 这些都离不开工业设计 你们家住的房子 是不是要设计啊 要有设计师啊 这个里面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环境设计师 环翼设计 对吧 我们看到的直播间需要有海报 那海报需要有什么 装饰 装潢设计 或者叫图案设计 或者是说 这种招贴化的设计 你哪一个能离开美术 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世界里 你只要在你生活的当点点滴滴 其实都离不开美术 所以我们讲大美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只是你没有用发现美的眼睛去找 而古人呢 他要把他身边看似很普通的东西 给他表现在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一尺一瓶尺的画上 是不是他就要加入这些内容 就要加入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大家送画为什么雅致 其实就是有一双发现他的眼睛 然后同时大家再加上我们所谓的细腻啊 细致啊雅致啊 然后再加上赋予他更多的内涵 所以这里我们先讲到的是构图 是这个选的题材 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从构图上 送画虽小我们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呀 那大家想一想送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是什么就是我们讲 他能够抓住神态抓住精神 或者是讲他能够把人的这个重点的东西 能够一下子就给你抓住抓住你的眼神 抓住你的眼睛 抓住你的这个哎魂魄 那这张画我们讲 来大家来看一看这张画怎么抓住了人的魂魄 送画我们讲要抓住瞬间 刚才我们看那个海棠花的时候 是不是那一枝的动态挥手的动态 是不是就抓住了这个被风吹的海棠的姿态 事态变化对不对 那你想一想这张画就两只小鸡仔 它们有什么特点呢 我就靠这个活了啊 活了好多年了小儿化老一直讲这个内容 一直靠这个活啊 这张李迪的除鸡带四图 大家讲送画能够抓住送小品 经常能够抓住人的心打住人的眼 哎让人为之向往 是什么 你看看它有一个动态 而这个动态 你往前走 我在后边喊你 嘿 张三 你是不是猛回头 是吧 你这猛回头 一回头的这种瞬间 被送画所抓住了 被李迪所抓住了 你看这个除鸡带四图的小金 身子 靠这边的这个小金 身子还是往前走的 而脑袋已经转过去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这种我们讲的 瞬间 一下抓住了 来 突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小鸡非常的紧张 然后一回头 一转身 这种瞬间的动态 就被抓住了 这是不是颂画的大特点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绘画没有神了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绘画缺少灵魂了 那大家看一看 灵魂是什么 灵魂并不是眼神 我们讲眼睛是心灵的窟窿 这个窟窿越深说明你越深邃 我跟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总是说 你那深邃的双眸迷恋着我 让我发现你那不是两个眼睛 那是两个窟窿 姑娘早就一巴掌给我打走了 是吧 但是这个窟窿里面 在送画里面 它并不是眼睛 而是眼睛的神态只作为一部分 而更为抓住的是瞬间的动态 这种动态 在我们的绘画当中会经常的出现 而在送画当中也是满满的内容 不仅仅这一个 很多很多 画人物也是这样 画山水也有 画花鸟也是这样 有人说画山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不着急 你去看看送画里面 马远也好 下归也好 他们在画这些 这个 树的时候 这种变化 这种姿态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 我们所谓的瞬间的表现 可能就是寥寥几笔 这里可能又勾出了人物的姿态动态 甚至说我们讲在这张画里 就是这个小鸡的这种动作 让它更具趣味 而现在的绘画 我们有时候讲 为什么出 为什么不能够打动你啊 就是这种生动的动态的这种趣味 它没有抓住一瞬间 我们可以摆出来这种 婀娜的姿态 可以摆拍 但是瞬间的东西是抓不住的 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看到啊 现在大家去看各种美展的时候 画动物的也好 画人物的也好 为什么抓不住重点 或者是感觉这个动作很僵硬 是吧 都感觉这样架着这种感觉 为什么 这就是摆拍的效果 如果它抓住了一瞬间的这种动态 其实就非常的传神 也是我们讲抓住瞬间的一个表现 只有抓住了这种瞬间 才能给观者 或者讲 才能让看到这张画的人 与你产生共鸣 关键是如何产生共鸣啊 艺术的东西虽然是取高贺寡的东西 真正的艺术可能就是 鱼巴鸭和仲子气一样 但是我们讲很多的绘画 是老百姓能够理解的东西 那老百姓如何理解 你搞个大协议 老百姓肯定搞不明白啊 宋小品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就是老百姓读的懂 看的明白 一看就透 一个是像 第二个是传神 第三个是高雅 你看看 对不对 当我们画画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总是去研究 哎呀这个技法是怎么画的 哎呀这个技术是怎么学的 当你永远只停留在这个内容上的时候 你的画是学不好的 因为这是最低级的东西 你只有先把大的东西掌握了之后 你后续的一些才可以慢慢的跟上 所以我们讲宁可掌高啊 也宁可掌高也不能掌高也不能掌高掌低啊 所以这一点呢啊 是我们先讲的你要抓住瞬间 因为很多的绘画 因为很多的绘画是抓不住瞬间的 瞬间的东西是一刹那的 是只有经过这个长期的观察才能抓得住的啊 所以有时候一个好的啊摄影作品 其实也是抓住瞬间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呢在送画里面呢 我们讲啊看图的时候 看它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和缩小来看 缩小看 我们讲看的整体的布局整体的构图 放大看 是不是这个东西它耐得住放大 而不是我们讲画的精细 要把里边的每一个毛孔都要画清楚 它其实现在画的写实并没有 我们讲啊 送画的写实并没有现代人的写实 画的实 画的真 画的像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不是说啊 你看现在的人的写实水平 没有宋朝人写实的水平高 两个概念 宋朝人的写实和我们现代人的写实 是现代人的写实是一定高于宋朝人的写实 而这种写实的东西 它一定是什么就画什么 比如说这个耳朵这样转 那它就这样转 知道吗 这是现代人的绘画 因为现代人的绘画 学过西方的绘画 特别是学过西方素描 它能把这些地方画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但是这种精细 我跟大家讲 它只是一个形的精细 但是和宋画来讲 宋画里面它可能和现代的比没有那么精细 但是在当时 首先第一个高度上已经很高了 你不能用现代人的认知 去要求一千年前的人的认知 就像 现在你知道生水不能喝 涼水不能 就是路边的没有煮开的水不能喝 再过去 咬一瓢就喝了 那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说那不卫生 你到了一千年之前 什么卫生不卫生 能喝上水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你反正不能到了一千年前 你说我要吃西红柿 对不对 哪也没有 打死也没有西红柿 对不对 这就是认知的问题 第二个 表现形式上 表现形式上 那现在的绘画可以表现的非常清晰 每一个毛孔都给你画出来 但是在于过去 人家没有看见吗 人家当然看见了 人家也看见了 人家也发现了 只是因为我们还要有概括的能力 什么叫概括的能力 有些地方不好看 或者说有些地方用线不容易表现出来 那用这种线法可能出的不好看 那我就概括一下 对吧 我概括一下 总结一下 你不可能所有的是什么样 就画什么样 因为我们讲传统中国画 特别是花鸟画的基础 是白描啊 白描的画法 它一定是要概括的 你本身你看到的东西 和你画出来的东西 就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们讲一张画 你不可能画完的 它只能够相对的画完 对吧 那相对的画完的时候 那哪个地方重一点 哪个地方虚一点 哪个地方实一点 对不对 都可以 那你在用线表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那我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一个立面三维的东西 我非要给它用二维来表现出来 或者用一条线给它表现出来 那这一条线的概括能力 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 所以它就已经概括了 就像你看到的这个线稿一样 你看到的这个 果树来秦图的线稿 它就已经是概括了的东西 那你怎么再去要求它跟原来的一样呢 只能说是差不多相对的 对不对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 如果你追求完全一样 拍照片嘛 对不对 拍照片你还会有颜色的这种色差 对吧 那这个就没头了 没完了 所以都是相对的 那这个里面 我们讲 能够抓住这些瞬间的东西 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概括的时代 已经概括了 你别看着那么复杂 这小毛啊 这小这小鸡仔子啊 是吧 你看这个样那个样 人早都紧进行了概括 所以和你看出来的东西 和你现实看到的 它是不一样的 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呢 要知道的 是吧 我那个崩框的视频 我那个崩框的视频 我已经 绝大部分 我已经发给大家了 已经发给大家了 如果没有的朋友 没有看到我怎么崩框的 怎么把它崩齐 一定要崩到横平数值 这个是有技巧的 这个是有技巧的 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咨询 可以添加我们的咨询 然后呢 让我们的小助手 要请您给您 这个发给您 然后您看一下是如何来 我是如何来这个崩框的 一定要学好崩框 明天就要带着您开始画了 明白了吗 明天就带着您开始画了 然后呢 这个如果您还没有买捐 您可以去买捐 没有框的朋友 今天下单这个框 今天下单这个捐 随单给您一个这个框 今天下单这个捐 195的捐 随单给您一个 胡老师用的这个框子 好吧 随单给您一个框 跟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我们接着来啊 听的不累吧 还行吧 听的不累吧 大家啊 今儿周五可能有点累啊 大家 没点关注的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 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粉丝团啊 哎 没点关注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 哎 哎 哎 下边接着啊 我们讲 再往上讲啊 再往前讲 你讲这个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果树来清图吧 好吧 然后再往下讲一个内容啊 啊 所以有时候你在画画的时候啊 他能发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 来啊 来 随单啊 随单 这个捐呢 我跟大家讲了 一米的捐能画四张 啊 两米的捐能画八张 我们今年教大家画 争取 教大家画12张 啊 争取教大家画12张啊 争取教大家画12张 没框的啊 啊 没有捐的朋友啊 今天下单 这个195的捐 随单 带一个框啊 随单 带一个框啊 好 接着来啊 哎 接着来 我们再讲啊 这个画里头 哎 在这个里边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颂画里 它所谓的精致如微 我们讲它的这种细节 或者讲这种变化 是生动的 是我们讲细致如微的 又是线条上有变化的 那这个线条的质量 在绘画里面是什么呀 其实你可以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这个线到底是什么东西 首先请大家注意 所以所谓的公系 并不是把这个线 框的很死 框出来之后 然后进行染色 送画的细节 大家注意 这个线条颜色 这种细微 都是融入到一体当中的 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现在的很多画 为什么看上去之后很难接受 就是因为线是线 框是框 色是色 各有各的 那你想想各有各的东西 这不就麻烦了吗 它不就乱了套了吗 对不对啊 大家想一想 你喝一杯酒 酒是酒 水是水 是不是就不是一个整体了 那在这个颂画里 我们所谓的精细 所谓的细致如微 在这个画里 一定是整体的 一定是 它是立体的东西 而这种立体的东西 你虽然是分步骤 先用线再染墨 或者说再染色 画出来的东西 都是围绕一个 我们所谓的形 今天买这个 买这个 捐 有框 有酱糊粉 有交反 好吧 有除了捐 还有三样 顺手 带进来 方便大家来学习 方便大家来学习 好吧 这种小东西 跟千里江山的捐是一样的 我们来继续 等一会儿来回答问题 别着急 这才刚刚讲了40分钟 我们慢慢来 慢慢来讲 慢慢来聊 你没事 你可以点点赞 接着听我来说 我们讲这个东西 你想想 讲到这个线 你画看到很多人画工笔的时候 当代人很多人画工笔 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叶子的线 是不是画的特别粗啊 有没有看到那种特别粗状的线 包括胡老师今天早上给大家看白苗的时候 我们那个白苗是不是也是很粗的 是不是也是很粗的 非常非常粗 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不成样 是不是 但是你看颂画是不是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讲的 除了我们讲他的雅致更重要的表现为含蓄 你说就我的这个性格 我说我特别含蓄内敛你信吗 不信吧 这种性格那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前面教大家画的这个白苗 很粗放 是吧 然后画的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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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 哎 变化很多 注意线的这个变化 但是你看颂画就是很含蓄 是不是 那这个颂画的性格像谁呢 是不是特别像你们朱老师的性格 哎 非常含蓄非常内敛 然后追求的是一种淡雅追求的是一种含蓄 然后哎 在这个里面稍许留白 或者是哎 稍微的表现一点点 给人更多想象的空间 就是朱老师哎 回眸一笑 会给人感觉 你看这个男人很闷嫂 啊这个男人很有故事 他不像我坐在这儿 哎我给你们讲讲 我跟张刚铁王少林 还有王笑花我前女友们的故事 是吧 他完全是两个概念 朱老师是很想让你去探秘他 我呢是直接恨不得来过来过来过来 你们都坐下来 我给你讲讲啊 胡老师跟我的这个前女友的风流运势 是吧 哎讲讲胡老师八卦 你特别爱听是吧 恨不得天下人啊 我这个到这儿的这个状态就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啊 我都恨不得让你们都知道 但朱老师这个回眸一笑 就是含蓄的美男子 让你们直接想去了解他 那送画给人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这种 那这就是送画带给我们的魅力 而这种张力的东西 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所谓的啊 就是你去读画 你去画 你去研究技法 其实首先 这就是一个表现的状态 和中国人所讲的 比如说我们讲 记白当黑 那这个里面 记白当黑是一个什么概念 或者说很多人都在聊 记白当黑哈 你看中国画 它一定是记白当黑哈 中国画一定很有意思 中国画一定跟别的不一样 是 中国人是含蓄的 但是我们讲一个问题 所谓记白当黑 同志们 你们要想一个问题 记白当黑是有东西 是有东西 如果一张画 全黑了 那还是记白当黑吗 如果一张画全是白的 还是记白当黑吗 就像我当年 为什么跟王笑花分手了 你知道吗 当年呀 我问王笑花啊 我说 你喜欢我吗 王笑花说 我不喜欢你 我说 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你们女孩子 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坏坏的男生吗 王笑花说 老娘我是喜欢坏坏的男生 可是老娘我不喜欢长坏了的男生啊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啊 记白当黑不代表你什么都不画呀 不代表你就画一个小人 一个小船 这就叫记白当黑呀 所以我们讲所谓的留白 所以我们讲所谓的留白 不是这种啊 一张画 几米长底下画一点点 就所谓的留白 不是的 它是一定是要有内容的 要把你的内容表现充分 有一些东西去不表现了 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就概括了 而不是代表着我什么都不画 明白了 他这种含蓄 不是故意的让人家感觉 你看比如说来了一堆姑娘 我故意的装的斯文装的 有些东西它是装不出来的 好的中国画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就像我们讲道可道非常道 真正的道理是你一定不能用嘴说出来的 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小的 甚至是错误的 或者说只是一点点的 而真正的道理一定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但是你是说不出来的这个东西 所以真正的送画好在哪 我说它含蓄 我说了一段堆 但是你真正送画好在哪 你听我讲完了 你也只是知道它好在哪 但是真正我说的东西 我可以说又不是那么的有道理 你突然一听感觉到有道理 但是你在细品这个画的时候 又觉得我说出来的东西总达不到那个感觉 就像我们讲的微醺和凶酒 是吧 我以前我爸一回来就说你用凶酒了 后来上了学 老师终于说了 那念酗酒 不念凶酒 所以这么多年了 天天动不动就说 你看喝酒 微醺刚刚好 那个又达到了 又没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什么感觉 再跟大家讲一讲 真正的好的感觉 对这个绘画 你觉得这个东西能表达你的这种凶意 或者说能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很好的 就是那种 大家夏天有蚊子咬的时候 是不是有结巴啊 出了雪结巴 结巴之后那个感觉 越痒越挠 越挠越痒 越痒越想挠那个感觉 其实这个画 真正的好画 它是这样勾戴着你心的 你看 看不够 但是呢 你又感觉你什么都看了 但是你一回头 你又感觉你什么都没看 这就是我们讲 淡雅中的寒序 他不是他对你的 你对他的感觉 其实你们是相互的感觉 就是我们讲是 心心相惜的感觉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画 不是人云亦云 张三说他好 他就好 李四说他好 他就好 就跟相亲找对象一样的 是吧 你看着别人的老婆总觉得好 但是真正他成为你老婆的时候 你不一定有人家过得好 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画也是 他也是的 我们可以说他是历代的名画 但是你不一定喜欢他 明白了吧 中国四大美女 是吧 杨贵妃 貂蝉 这个王昭君 朱春华 是吧 这四大美女 他不一定你看着他都好 知道吗 你都喜欢 所以 送画也是一样 不是所有的送画 都是我们讲 能够打动你的心的 这么多 几百张 几百张这些画 我们看到 大家现在能看到 我今天能看三张 明天能看十张 后天能看一百张 那这些画里 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打动你 但是 肯定有那么几张 它是能够打动你的 所以我呢 挑出来的这个图 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些图 我们学的这十几张 也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的 是吧 所以你看 送画当中的这种 含蓄 这种淡雅 不仅仅是画面本身的 当然画面本身也有 画面本身 你看到的送画 都是千年前的东西 千年前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呀 白涓都变色了 对吧 白涓都变色了 都变成黄色了 黄色本身这个颜色 它又不是说我们染上去的黄 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讲的 哎 经过时间的流逝 这个 通过时间染上的黄 所以它有积淀 有厚重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画画的时候 我们用防鼓的捐 或者讲 我们用浅防鼓的捐 而没有用重防鼓的捐 为什么 如果你用重防鼓的捐 太重了 这个色整体压下去了 不会跳出来了 对吧 不会跳出来了 那你还画啥呀 对吧 我们讲这个人 很有男人味道 有一些小姑娘 特别喜欢 特别曼 留个胡子 我记得当年 我在国家画院那时候 我们在国家美术中心 我们办了一个展览 办了一个讲座 当时呢 我们请的是中央美医院的 这个王忠教授 王老师特别厉害 那个落腮胡子一流 特别的曼 我们那好多小姑娘 二十多岁小姑娘 看见他都不行了 这个特别有男人的味道 特别曼 但是你想想 这我们讲 送画 他的这种雅致 是本身 我们讲表象上 因为捐时间长了 他要变色变黄 那本身就很好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在学画送画的时候 你买了一张我们所谓的防骨 深防骨的捐 特别黑 颜色特别重 就像这个男人 很有男人的味道 什么味道 半年不洗澡 也很男人 胡子馋留到这儿 头发都赶了沾 是不是脸上一搓 都是药丸子 那你说这种 还含蓄吗 这种还有男人味吗 是不是啊 一看 远看是要饭的 近看是逃难的 再看是这个 这个要饭 仔细一看 原来是美术学院的 是吧 当年我们就是被 我们这个工科的小姑娘们 或者说我们其他的这个院系的同学们 这样细调侃的 是吧 美术学院的男生啊 都多少天不洗澡 是吧 都长得特别乐特啊 编个小辫 要不要剃个光头 像朱镕华那样的 是吧 就谁正常点 就胡老师这样 还正常点 没事穿个西装 打个领带 是吧 就这种 所以 所以你看 含蓄当中 表象的东西 内在的东西 层次的东西 这里面 很多东西 都是我们讲 在绘画当中 是大家要去发现的 是吧 那除了这种 我们讲 因为有含蓄 因为有这种 淡雅 那其实我们讲 颂画 其实他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会淡雅 为什么会含蓄呢 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里面 大家你可以想一想 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 我们前面讲了 是吧 我们前面讲了 它是表象的 是身边的东西 是看到了这个 我身边有个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画出来了 就是文人的特点 是吧 中国画都是这样的 那但是想一想 更重要的是 画家情感的表达 你想想 是不是情感 因为有情感 对这个有感情 它才能够画出来 如果没有感情 它是不会画出来的 而且你想想 送画它之所以能够 能够到这个程度上 肯定画这个画的人 它不会优于我们讲衣食 对吧 至少衣食无忧啊 对不对 当它衣食无忧的时候 它才能画出这种安详的东西 我们讲 你现在看到很多画家 着急卖画 是不是 流水线的画也好 着急出的 我们讲神异妙能 这个能全都是行画 或者说全都是换 换散碎银子的画 那是不是也从这里边出来 对吧 那你从他的画中 看不到一丝的安详 看不到一丝的柔美 看不到一丝的宁静 而看到的就是 全都是敏的味道 对吧 因为在着急换敏啊 对吧 画而将出换美酒啊 是吧 来儿子买酒去啊 这个来儿子快 把老爹这画卖了 卖了就给你娶媳妇了 是吧 有这种感觉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种 人的洒脱 人的这种潇洒 人的这种性情 就全都没有了呀 我们讲诗也好 画也好 歌也好 艺术就是人性情的表达 对不对 当你这个艺术 已经不能够表达你性情的东西 你去把它换成名的时候 它就带着一股铜臭的味道 为什么这种诗歌 是吧 五花马千金球 或而将出换美酒 于耳同消万古仇啊 是吧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种 有这种胸怀的人写出这样的诗啊 那你想想 没有大的胸怀的人 他怎么能画出大的胸怀的画啊 所以画出来的画总是让人感觉到 这个画是充满了铜臭味的东西 这个画画的好浮躁啊 这个画是 都是敏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讲的情感的表达 你一个画里 送画之所以能够让你感觉离你很近 或者说能让你喜欢 就是因为它很安详很安静 它不是这种跳跃的东西 因为你的生活很着急 因为你的生活不是这种 我们就会有一种向往 追求到这种状态下 就像大家经常会聊的说 我们画画为什么会让我们安静 会让我们 是吧 我们的岁数可以更长 是想让我们这个躁动的心 安静下来 因为我们不安静 因为我们不安详 因为我们不平静 所以我们想通过绘画 通过学习国画 让我们一颗躁动的心安静下来 让我们得以延年益寿 对吧 这是我们讲绘画里面需要重要的 很多大家讲画画是吧 我唱歌也好 我朗诵也好 我学舞蹈也好 我学这个波音也好 是吧 那我学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让我这个躁动的心可以安静下来 或者说我心有归处 就像我们讲画山水 我们讲可有可居 那我心归处的地方 滚 画山水的时候 是为了让心落在那儿 而现在的人退休之后 或者说当我们有时间了 让我们去学一学这些艺术 其实也是让心有归处 当改革化四十年来 四十多年来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物质文明 已经能够承载于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能够满足于我们对物质的需求的时候 那精神的需求 就成为我们的这个躁动的心 该落在什么地方 该安在何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颂画 他总是给你的感觉 就是那么的安静慈祥 就像一个孩子回到了你的 回到了家里 看到了他的父亲母亲一样 他有归属感 到了这儿就回到了家里 就像看到阿妈一样 对吧 看到了阿妈 看到了母亲 那你的心就沉淀下来了 就像我们知道 知道我们从哪来 知道我们来的地方 当父母不在了 那我们只知道 我们只有去处了 我们找不到归处了 归来的地方 是吧 同样 我们在学绘画的时候 也是一样 要给大家找到的是 我们讲我心的一处归宿 而到这个归宿里面是什么 你可能往上追 追到近现代 再追到清朝 再追到明朝 再往上追 追到元朝 当你追到宋朝绘画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个小的花鸟画的时候 它正好迎合于你的心 那这就是你的归 心归的地方 是吧 我们讲心有处安放 其实这里就是我们所讲的情感的表达 所以宋画不仅仅是我们讲绘画人的作者的这种情感 其实我们在观这个画的时候 其实也是能够体会到的 明白了吧 因为正好这个时候 就像你失恋的时候 是吧 就像你失恋的时候 你总爱听悲伤的歌曲 就像你快乐的时候 你总会听开心的歌曲 你不会失恋的时候 你听这个今儿真高兴 是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不可能听 对不对 你一定要听是悲伤和你的心能够达到 是不是 当你生气的时候 当你非常躁动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画公笔画 因为你安不下来这个心 这个时候你可能灰洒出两笔 颇两笔 是不是 这个时候让你的这个行 知是能够合一的 要不然这不就是精神分裂吗 我这脑子里头 已经很疯狂了 是吧 我还能坐在这儿 如老僧补纳一样 或者补袈裟一样 我能这个很淡定 我觉得这绝对都属于精神分裂性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你看 在颂画里头 这种我们想所谓的情感的表达 是不是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你现在我们再讲了几个内容 其实你对颂画是不是有一些的认知了呢 就是慢慢的 我们讲啊 学颂画一定要慢慢的去了解他 他有时候会很黑 这个画啊 黑不溜秋的 对不对 但是你慢慢的抛开 拨开这层迷雾 然后我们来试一试 没失恋过就谈过一次恋爱 老公跟你吵架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想听揍死他那首歌 然后或者是 哎 你真的没什么良心 是吧 是不是想唱这个 这一定是 心和你的认知是一样的 你不要说你老公好到那个 跟你都没有吵过架 如果这样的话 你记得给我介绍一下啊 下辈子我也找他 这个呢 说到这个啊 真的恭喜你啊 有这么一个好老公啊 我也想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啊 来啊 接着啊 再来看啊 其实在这个里边啊 他也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 好 再来讲啊 再来讲这个题材的问题 刚才讲了这么多了 是吧 啊 那我们讲 题材 在绘画当中追求这种题材 这是送画里最多的是吧 因为 题材也叫主题 题材主题的多样性 对吧 那我们讲 送小品的这种主题是最广泛的 也是最多的 在整个绘画里 非常非常多 他包括了山水 包括了花鸟 包括了人物 是吧 包括了什么器笔 啊我们所谓的 就细胞和话里讲 静物是吧 然后 内容非常非常多 这种 简单到的这种主题 刚才讲 随手可见 随手可及 随处可以达到 随处可以看见 抬手就能看见 对吧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通过画家的这种描绘 就达到了一种独特的样子 包括像这种 这种荷花 是吧 生活中可见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啊 很多朋友喜欢用圆的 用扇形的 扇形还稍微好一点 特别是圆形的 折扇形的 我讲啊 圆形的 折扇形的 包括用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扑扇 这个这个 交扇形的 是吧 还有什么方形 又不是方形的 这个这个 各种各样形的 那你就一说 我突然就脑子跟不上了啊 突然感觉到有点问题了啊 嗯 各种各样形的指去画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不建议你用 不建议你一开始学画的时候 就用这种形去画 为什么 因为不好画 因为很难构图 你想想 我们讲这一个圆的 是吧 你构图 你构左了 缺东西 你构右了 空了 你构不好中间留个大白 画不好 就把这个东西画到最中间去了 你说你怎么构图啊 你画个扇形的 也不好这样构图 你画个圆的也不好 我告诉大家圆形是最难构图的 你不要认为圆很饱满 你画完之后 你画那个山水 从这出个角出来 所有的山水都溜着边出来 最后中间留一大白 你都不知道怎么画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中间那山水 卡摆到大中间去了 要不然画一朵花 啪扑一大中间 我看很多很多的朋友 画那大牡丹的时候 那圆形牡丹贴中间去了 你看看人家这个画 我们讲什么叫 黄金分割点 其实这个圆它非常注重的 就是这个花头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花头偏一点中间了吧 干脆把这个线搂一下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画的时候 可能这是裁出来的画 也有可能 这是我们讲是一张完整的画 当然我们且不论这个内容 就从这个构图上来讲 肯定 圆的难构 那我们该如何去够圆的呢 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把这个圆形啊 你给它补一下 给它补成个呀 你下回啊 在遇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给它补一个方的 看见吗 我们把它补一个 你给它补一个方形 大家注意你看 我们给它补一个方形 然后你补一个方形的时候 你在画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画山水 那你这儿 哎 前景的东西 然后哎 中景的东西 哎 圆景的东西 然后哎 这样 哪怕你就把它画出去了 看见吧 山连着山 你这样构图 它是好看的 如果你要是直接用圆的话 你不画偏了 都邪乎了 一定注意 没点关注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 那加粉丝团 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 加我粉丝团 大家记住了吗 一定一定要注意 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里就是我们讲的构图 所以我们讲 题材虽然是多样性的 对吧 然后这些内容是多样性的 但是从构图的角度上来说 它还要遵循我们讲的构图的基本法则 圆形的也好 方形的也好 什么的形也好 如果你只有追这个把握住了这个构图的基本法则 你后边愿意怎么耍就怎么耍 愿意怎么有就怎么有 懂了吧 这是送画的一个东西 这是送画的一个东西 然后 然后 还有再往高处来讲 或者说再把这个画提升上来讲 其实送画的很多内容 它是蕴含着 先讲这个吧 那先讲这个 稍微等一下 你看在这个画的构图里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大底下那个大葱头给你画出来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讲出之变化里的东西 我不用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表现出来 是吧 我把它切下来 但是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画你把它切一下 后边底下是不是出大葱头啊 你要完整的一张长画 那你长画的时候让你去分割 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平时看画当中 特别是长的画 你可以试一试去用 用手比划比划一个圆形 然后来试一试 怎么能够给它分割出来是好看的 如果你会这种方法 那你基本上画这种扇形啊 各种异形的这种纸 你就知道怎么画 你先用手摆 这个地方这样摆一下 那个地方这样摆一下 这样好看吧 你想想这个 这个也是送小品的一个特点 折肢花鸟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能给你往外想联想的空间 往外联想的空间 那你看下边有没有东西 有对吧 下边肯定是有个大葱头 那这个大葱头你要往上套 怎么往上套 是不是能套的上去 是不是能套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要有样 那可能有的人就套个大葱头 那你要套花的时候 可能葱头就套不了了 那你套葱头的时候 是把那个焦点的地方套出来 还是把这个不焦点的地方套出来 所以你看这张画的重点在哪 同志们知道吗 知道这张画的重点在哪 这张画的重点在这儿 亲 在这个位置 这个四根线都合在一起了 难看了 对不对 五根线都合在一起了 难看了 看见吗 仨病俩分 是不是 如果都聚在一起了 往下捋捋 正好那个根出枝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难看了呀 没错吧 所以 你看 分的时候人家说了 你得会分哪 你能够分出来 才行啊 对不对 一下就看明白了吧 所以 有的画家 我们以前聊天啊 说这个画家画画的不好 画的很差 画了之后画的不好怎么办呢 踩一踩 东踩一点 西踩一点 踩着踩着 哎 踩出样了 看见了吗 不一定画的好 可以踩的好 是吧 嗯 这也是 都是可以的 包括构图上 我们讲构图上 马一脚下半边 对吧 这一脚一边的变化 也是我们讲的 比较 重要的一个内容 啊 重要的一个内容 同时 你看 这种 人物的啊 人物的这种 经常会牵扯到的 多子多福的 这种寓意啊 这也是我们讲的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这里就讲到 要传达的是 哲理的东西 那很多的这个颂画 它是有很多 蕴含着很多 深刻的这种哲理 那这种哲理 你通过作者的人生感悟 通过他对这个 整个的一个认知啊 社会的认知 或者说对美的一个认知 对人生 对自然的认知 他自然就会有 很多的这种 所谓人生哲理的表达 在绘画里面 中国画里面 你能找到很多很多 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讲 道法自然的东西 何为自然 你在绘画当中 一个画 一个东西 画的好 画的不好 我们就讲两个字 自然 这个画的很自然 和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东西 是相同的 或者说很像 那这种像 是我们认为的是第一位的东西 一直讲一个东西 一直我们讲 画这个画 我能把它画像吗 像 两种 一种 是我们讲的行 对吧 行 把它画的 一个方一个圆 对吧 方圆 这是外形 还有一个东西 叫神 为什么我们讲 行神兼备 对吧 行神兼备 那这是 除了行 除了神 还要表达的是 他对这个绘画当中 他的认知 那这个认知 道法自然 是不是 我们讲 使古人 使金人 使造化 那这里头所谓的造化 还有使我心 这是三师 四师 屡不清楚了 数不清楚 你看体育委员出身 一二三四都数不清楚 一个讲使古人 前人的东西 使金人 当代的东西 使造化 万物的东西 还有使我心 其实这个使我心 也完全可以放到 使造化里面 造化 何为造化 其实我们讲 你看到的树 你看到的石头 你看到的这个 花 鸟 这都是造化 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 对不对 那同样 我们讲 施造化要以他们为师 我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要以他为师 以他为蓝本 对吧 那我们讲 施我心 施我心 我是什么 我也是本我呀 本我也是造化出来的呀 也是爹妈给造出来的呀 对不对 我也是造化的产物 那其实施造化 其实施我心 是我看到了这些造物的东西 是我要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要用我的心去表现出来 那这个心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认知 对吧 而这个认知又讲到了 你的学识 你的认知 你的这个艺术细菌 我们讲悟性 是吧 然后 后边当然几个呀 你要想成为大师 还要牵扯到你的机遇 包括你的寿命 这些都影响人 但是前边我们讲 抛去成为大师的条件 你的机遇 你的寿命 但是前边 你的认知 你的学识 你的认知和你的艺术细菌 也就是你的天资 那这些是你画画中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们一直讲画画这个事 它是聪明人才干的出来的 聪明人才干的 如果你不是个聪明人 你是学不出来这些东西的 明白了吧 没点关注的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 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粉丝团 所以这一点一定是要有的 所以你在送画的时候 这种我们讲表达这种哲理的东西 它一直是一个通的东西 是一个通的东西 除了这个 送画里头 我们除了表现这种 这个优雅细致 这种东西 还有我们讲 它更为的细腻 这种细腻 其实就是观察力的这种细腻 每一处地方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人物的长线 比如说我们讲画这种人物的 不讲画人物了 应该是找一个人物 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人物的长线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人物的有没有 看一眼 好 这个林的这个人物画 大家看一下 我们讲这个宋朝的人物画 它可能现在抛弃了 或者说不像我们现在很追求线条的变化 那可能讲我们讲要这个线 要有多少种变化 要一笔画出来 但是它在线条的表现上 我就用这个细线 我就用这个细线去画 我就用这个细线去表现 而在这个用细线去表现的同时 我可以揭笔 我可以短笔 我可以一点一点画 我为了追求到这一条线 我不一定非得是一笔下来 只要能够达到我想表现的东西 就够了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讲在绘画里头 它的这种细腻 甚至可以说它是非常温婉的 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硬气的东西 这个也和我们当时的这个人的认知啊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 宋朝小画的这种人物 是不是很强调这种东西 包括人的姿态 人的姿态 大家可以看看 你看这每一个人的姿态 你看这俩是一样的是吧 但是你看表现出来的时候 一个正面一个侧面 但是动作 表情很自然 虽然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绘画不一样 它稍微有点变化 那但是你看全是靠人的这种衣服 衣褶 你看这俩衣褶多像啊 是吧 这就是概念的东西 需要有 绘画里面啊 这就讲的叫 艺术是有什么呢 哎 要有套路的 你没套路 它也不行 一定也要有套路 那自然而然你看 这个里面是有套路的 为什么会有高谷游丝一说呀 高谷游丝妙 叫游丝妙 如春蚕吐丝一般 这叫技法 这是你在画画当中 要学到技法的东西 那学到技法的东西 你包括这种技法 人的医者上有很多的医者 对吧 衣服上有很多的医者 那这些医者我们要在画的时候 是不是要全都给他画出来呢 全都画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呀 不知道 该如何去画呀 那画这个人物的衣服的时候 也一定是需要整体概括的 那这种概括就是我们所讲的 写意绘画里面 或者是说中国画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种写意的精神所存在 而这种写意的精神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概括 而这种概括就是讲的 简约而不简单 这种概括 它是总结性的概括 包括你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胳膊抬起来 每个人的胳膊这样抬起来 你是不是胳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有一些我们讲的医者 对吧 那这有很多的医者的时候 你该如何去概括呢 那画传统中国画 人物画的时候 它就有这种概括的方法 为什么会有人物画的18秒 我们一讲人物画18秒 那18秒是什么呀 18秒就在人物画中 当然这是明朝后来人总结的 后人总结的 但是这种描法就是画人物里面 总结性的东西 概括性的东西 只要一画人就用这种方法 就足够了 中国人是特别善于归纳 善于总结的 在绘画当中的体现很多 所以这一次教大家画这个 果蔬来琴图的时候 就会用这些方法 我们今年的送画 就会以这种形式来体现 你包括我们讲的套色 特别套色呀 画一片叶子 你得这一套颜色该怎么上 底色怎么打 颜色怎么上 膚色怎么敷 胶边怎么画 是吧 接染的颜色怎么接 这都是一套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你画完之后 你回头 你再去画这个 现在的工笔画的时候 那其实这种方法 对你的这种 对你的这种影响 或者帮助 都是非常大的 还有 哎呀妈呀 这灯真不能照 照一会儿 我怎么没了 你看我低个头我就没了 稍等啊 讨厌 这个自动追踪 把我给追丢了 哎咱别这样好吗 大哥 你把胡老师找出来行吗 你对呀 你把我都追没了一会儿就 还不够人工智能 还不够知道我太热了 然后赶紧让我擦擦汗是吧 知道我太热了 那时候怕我热着 来 来 再回来啊 回来看这个 怕我累着 怕我累着 让我歇一下 这个今天又开了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七个灯 这是够热的 然后接着再说 其实我们讲 送画 它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送画小品画 我们讲小品画 它追求的这种意境和意义 它是我们讲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联系 那这种情感的联系也是我们讲真实的写照 就是真实的写照 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是我情感的 想脸 是吧 是我情感的东西 哎 然后那这种意境就远超过我们前面后面的很多的回话 所以大家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聊一聊 是吧 这个呢是我前边啊 因为这个讲了有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整 一个半小时整 先把这个送画为什么好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下边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学这个画该怎么学 前面这个一直都听的 听明白点吧 就是送画为什么好 或者说我们为啥学送画 先知道送画的特点 这个听明白了吧 听过瘾了吗 你要没听过瘾 我再把马甲脱了接着给你们讲 听明白了吗 我再拖了马甲接着给你们讲 然后如果你们听明白听过瘾了 咱们就讲咱们这个课怎么上 好吧 你看我这别的不行 这一绑子力气这都使完了 是吧 一绑子力气都使完了 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课程怎么上 这个东西呢我们讲 送画的稿子呢我也都给大家发过来了 是吧我也都给大家发过去了 发过去之后呢 呃我们讲这张画是我们画的第一张 第一张的话呢 大家呢把它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过了年之后再说这个图的事啊 现在啊现在没法说这个事啊 呃 我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画 一点一点画呢 勾线 你先去我们的小助理那儿啊 去把这个崩 崩这个捐的这个 崩这个捐的呀 视频 你先去看啊 你先去看 这个崩捐的视频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 看没有领 你去领一下啊 如果你没有领的朋友 去领一下这个崩捐的 视频 你一定记住要崩到横平竖直 当然相对的啊 你不能崩的太歪 我这里面17分钟的内容 17分钟的内容 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这个崩捐 你看别人崩也好看什么 你看看胡老师怎么崩的 啊这个方法很简单 不像人家说的得这么 但是需要用到的内容 需要用到的风刷 需要用到我们的排比啊 需要用到我们的排比 需要用到我们的排比啊 然后呢 需要用到浆糊啊 还需要用到我们讲的这个公字钉啊 还需要我们用的这个公字钉啊 公字钉才多大 这个在我的视频里都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啊 这个我们这个捐的宽幅 啊一米的正好画四张 一米的正好画四张 包括怎么裁啊 包括怎么裁捐 包括怎么崩框 都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开始画啊 所以你开始画就可以 这个我教大家啊 我教大家 没有公字钉 这个我跟大家讲过 你到你们家外头的文具店啊去买 我不惯你们这个毛病啊 我本来想给你们准备的 后来我想 哎呀我忘了 那我忘了你们自己去准备去 三块钱五块钱就买这么一盒啊 只要有卖文具的地儿 你们家门口只要有卖文具的地儿 自己都去买去哈啊 是不是啊 这不能再让我给准备了 你说这个没有老公我帮你们找一个 你说没有这个女学我不能把我送给你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把这个学会了啊 然后呢 这些东西不清楚的去到我的视频里去找 非常非常清楚 你一定能崩好 而且按我的这个教的方法 你不会崩歪的啊 你不会崩歪的 好吧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内容 明天呢 明天会继续 明天晚上我们就会直接带着大家来画 明天晚上就会直接带着大家来画 啊 然后这个 你没有约明天晚上的课 你接着去 约课去 而且我这个钉这个钉 不是往死里按 你自己看一下都按在表面上 都按在表象上的东西 都按在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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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而不是向人家定死 你看最后 我把这个标裁完了之后 你看看 大家看一下 在我这个里面 等于说你看 还有距离呢 看见吗 最后我们都是要给它取下来的 你定那么死是没有用的 最后你看这个框崩好了之后 踏踏实实的我们就放在这上边画就可以了 明白吧 所以你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所以今儿呢 你这个下单这个 下单这个捐 下单这个捐 我们呢 这个框子 随单 随这个捐的框子 还有我们的这个一袋酱糊粉 还有焦帆 焦帆为什么要用 因为我们画完这个画之后 要顾色 要顾色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排笔 这个排笔 也是要最后刷焦帆水 包括后面我还要教大家怎么去做旧 这些呢 都会用得上 都会用得上 所以大家呢 你就按着我一步一步的来 这些视频都会给大家准备好 哪一个视频都不会让你落下的 懂了吗 所以你也不用着急 你说我不会崩框子 我有崩框子的视频 你说我不会勾线 我有勾线的视频 你说我不会染色 我有染色的视频 怎么上色 不用 你不用着急 这个课会给大家回看 会给大家回看 同样这个课也会放到365的回放里面去 因为你算两米的捐画八张 两米的捐画八张 我们今年争取多画一些 争取多画一些 咱们大家呢就慢慢来 好吧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 把这些东西 你该准备的就准备 你该画的就画 因为也 说实话也没有这个多贵 而这些捐呢 你别买那种 一打开对着缝看 都能看见天的那种 都露的都是缝 像渔网一样 那种你也不要去买 你也不要去买 完了之后呢 稍等一下啊 我们这个稿子 稍等一下 这个稿子我们前两天也给大家都发过去了 是吧 发过去了 大家拿两张A4的拼一下 两张A4的拼一下 这个稿子 拼好了之后 拼好了之后啊 拼好了之后 然后大家看我们的这个正好放下 看见吗 正正好给放下 看吗 你稍微多出来一点点都没有问题 稍微多出来一点点都没有问题 一定记住了 我们要压实在底下画 千万不是放到这上边底下是空的 不行 一定注意 翻过来 一定注意我们是要翻过来来画的 看见吗 我们翻过来来画 翻过来之后 看好啊 在这上面来勾线 在这上面来勾线 明白了吧 所以你不用着急 这个我都会教你的 都会教你 这个勾线才多大 去看视频 讲的一清二楚 讲的一清二楚 稿子 线图都发给你了 你说像我这么教不花米的课的 也算人至一尽了吧 也算人至一尽了 然后用到的勾线笔 没有下单勾线笔的朋友 去下单我们的勾线笔 勾线笔是上这个课例最重要的 我们这次要用五号勾线笔 用最细的 用这五支里面最细的勾线笔 用这个五号勾线笔 没有的朋友去下单去 去下单这个五号勾线笔 下单这个一套无知的 今天只要下单 浆糊浇帆 全有 今天只要下单 在直播间下单 我们画送画相应的浇帆 还有我们的浆糊笔 都给大家 今天直播间下单的都有 除了这个还有我们的染色笔 染色笔 还有我们的公笔染色笔 染色笔 大号 中号 小号都会用得到 都会用得到 那这几个加强勾线笔 稍微有一点点粗 稍微有一点点粗 因为你画这个细的地方 还得用五号勾线笔 画是多大尺寸 我给你A4打印是多大 就是多大 正好配我的框 正好配我的框 我是按照我的框配的 你买别人的框跟我没关系 那配不上 我没有办法帮你 因为我只能救着我自己 是吧 因为绝大多数的同学 都是定的这个框子 所以我们只能就着这个来弄 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来定 综刷的目的呢 这个自己来定啊 然后综刷呢 是要做什么用的呢 综刷我们在表这个捐的时候 会用到综刷 综刷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重要 你听了课你就知道 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 综刷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讲很多人崩坏啊 是这样把它拎起来崩 你知道吗 这样崩你的捐这个经纬 就全被拉歪了 如果用综刷来崩 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我的视频 看看我讲的对还是不对 你们之前有朋友跟老师学过崩捐的 你再看一看胡老师的崩捐 是不是跟他不一样 当年朱正华崩捐就是我教他的 你问问朱正华崩捐是不是我的这个妙招 当年我们崩这个果果夫人游春图 大家都崩的歪七扭八 就我崩的最平 你问问朱正华当年是不是 然后我就用综刷教他崩平了果果夫人游春图 当时朱正华都说哇好神奇啊 所以大家去发现一个框就够了 你要那么多框干嘛呀 没用知道吗 要那么多框没用 要那么多框没有用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你看课前需要准备这些东西 今天只要下单的直播间下单的朋友 全都有这个江湖交繁 江湖和交繁图两张现稿 已经给大家发过去了 之前就已经发了 如果你没有 你记得去加我们的小助理爷爷 完了之后 完了之后 让他在社群里社区里发给你 让他在社区里发给你 好吧 因为这个内容是我们 这个 一直在要去讲的内容 一直要去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一部分 有捐没块 我们之前做复带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有了 现在复带没有了 现在框也只有这些了 所以没有的话 您自己想办法吧 我现在这边的话 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一个框 我基本上就都是送大家的 基本就都是送大家的 所以你说我单给你送一个框 我那一个盒子4块钱 然后再加个运费十几块钱 你说我卖你多少钱合适 我卖你20块钱 你得说这一个破框 你卖我20块钱 你缺了得了 是吧 你说我不花钱吧 那我还得往里贴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我就只能说 比如说大家买个捐 我送大家 是吧 买个捐我送大家 因为我框我也没做多少 我就只能这样 就是说白了 你买个东西 我就顺便就给你带走了 你说你让我 你说你让我这个给你单弄个框 你说这个框也不值什么钱 我也确实想给大家弄好 但是 无有办法 这东西 没法没法卖 你卖贵了 人家说缺德 然后 这个 卖便宜了 10块8块 你说我连个运费都不够 是不是 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A4两张打印 A3的话你不够 这个框 框呢 买捐就随手就带了 买捐随手就带了 这个159 159 15 195说错了 195 2米的捐 带一个框 带一个框 实话实说 这个捐以前是190还是189 我记不住了 我跟小猪说就加5块钱 就加5块钱 因为我们一个合 因为捐和这个框是分开的 装这个框的盒 4块钱一个 谁骗人 谁小三孙子 一个盒4块钱 我等于这个框 我是不挣钱的 我这个框是不挣钱 就送给大家了 之前2米的捐是190好像是 还是189 我记不住了 然后就多加5块钱 多加5块钱 就是一个盒钱 你们看对不对 你们看对不对 捐放不坏吧 你跟着用就行了 那怎么能放坏呢 2米捐也不对 190对吧 就加5块钱 其实就是一个壳钱 加一个1块钱的人工钱 人工得给你包 得给你包 盒子里头得给你包 外头得给你装盒 盒外边还给你套塑料袋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 我就加了一个1块钱的人工钱 这个框没要钱 没要钱 我这个我不骗他 这个你自己看 之前捐也是190对吧 这个就加5块钱 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哎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嗯 就画在这上头就行了 明天我上完课 明天我把这个白描稿给勾下来 勾下来之后 然后大家到时候发给大家 大家跟着勾就行了 完了之后 我们下边晚上 晚上我就教大家如何设色 晚上教大家如何设色 所以明天呢我们的内容 我明天白天会要把它勾下来 勾完了之后 晚上教大家染色 染色 颜料的话就是那几种颜料 花青啊 嫩黄啊 褶石啊 胭脂啊 太白啊 啊 基本上就这几种颜色 是因为这个颜色 大家都有 啊 都有 嗯 两米也可以画八张 啊 两米可以画八张 一米可以画四张 两米可以画八张 啊 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你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 基本上就够了 你去看我那个视频讲的非常非常明白啊 晚上听不了就看回放就可以啊 我们这个回放有至少过了年吧 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啊 到二月底 到二月底 我们什么时候讲完这个内容 我讲了这个课 年前和年后啊 画完之后给大家放一个月的时间的回放 我什么时候画完 从我画完的那一天起往后倒腾一个月 往后倒腾一个月 然后你就跟着画 你这还不够吗 是不是已经够了啊 哎 您不着急啊 您慢慢的回看啊 不要用铅笔勾线啊 我教大家所有画这个的步骤 每一步我都来教大家啊 没点关注的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 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粉丝团 每一步都不要着急啊 每一步都不要着急 因为小助手已经把那个步骤 发给大家点对点发了 所以您就从那个地儿开始画 准备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这个课我就要就是为什么叫 一个是先给大家讲这个送画 为什么好好在哪儿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给大家讲 你要提前准备啊 那个送画的你要365的 你就可以一年都可以看了啊 你要定的365你就可以看了啊 今天下单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 今天下单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都送江湖和焦帆啊 送江湖和焦帆明早不勾现 明早讲山水明早讲山水啊 晚上画这个我白天会把它勾完勾完 然后到时候大家去看视频就行 勾完了上传完视频大家就可以看啊 这个没问题 那个是大家可以看的 勾线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啊 所以这个你不用着急 这个你不用着急的啊 勾线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放过去 你在里边就随便看就行了啊 随便看嗯 然后我们画这个画用油烟墨 画这个画用油烟墨啊 不能用松烟 听见了吗 同志们 画这个画我跟各位祖宗们讲用油烟 而且特别省啊 而且特别省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直接的你记住了啊 这个东西 就是 用油烟啊 云寿龙 云寿龙 你就用 你就用云寿龙 记住了啊 同志们 就用云寿龙 用云寿龙 两滴墨 这个我都 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教大家的啊 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教大家的啊 云寿龙 还有没有的朋友 我给你发个卷 我给你发个卷啊 给你发个卷 用云寿龙 两滴 两滴墨 就是两滴水 就足够你画这个东西了 两滴水就足够你画这个东西了啊 云寿龙 给大家一个优惠券啊 给大家一个优惠券 你去来买这个 这个云寿龙很耐用啊 很耐用 两滴水就足够你用了 两滴水完了之后 我们就用这个啊 哎 啊 云这个杨贵妃是松烟 常乐也是松烟 云寿龙是油烟的 我们画公笔画画送画用油烟啊 用油烟啊 用这个油烟啊 大家放开了用啊 放开了用没问题的 这个就是你专门用的这个没问题的啊 勾这幅画要注意啥 你到时候看我勾 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我就告诉你需要注意哪方面啊 勾这个画需要注意什么啊 需要怎么用这个在讲的时候都可以啊 都可以没有这个下单的去没有这个油烟的去买这个油烟 然后这个捐你就直接下单就行了啊 再够两米捐你不用 您就直接下单就行 送你俩矿子不就行了吗 随单带两个矿子啊 随天带两个矿子就行了啊 今天只要下单的啊 哪怕你下一单随便下 今天就直播间的这个几样东西啊 123455样是吧 5样东西 然后只要随便下一单都带江湖粉和焦帆啊 江湖粉和焦帆 嗯 勾线课什么时候开始 我录好了给你 这个你自己去看 因为我说实话 虽然这个勾线不是问题 但是勾这种细的活的时候 我还要稍微的慢一些 所以我自己就录播就行了啊 录播就行了 录播就行了 不能用不建议用墨汁 知道了吗 用油烟墨啊 用墨块啊 用墨块啊 用油烟墨块啊 用油烟墨块 嗯 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啊 我们这里有咨询啊 添加咨询啊 添加咨询啊 添加咨询 不会的 有问题的 都在我们的社群里 直接问 都在我们的社群里 直接问啊 都在我们的社群里 直接问 哎 底稿有些小了 问题不大啊 啊 底稿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当时打的时候 底稿问题不大 啊 哎 问题不大啊 哎 因为当时你们的那个底稿 和我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基本上 你看就是照着A4大小去打的 就是照着A4大小去打的啊 啊 油性碳塑笔呢 那啥玩意啊 不能用 我们这个只能用勾线笔 铅笔也不能用 橡皮也不能用 就是直接勾啊 就是直接勾啊 勾这个就不用什么提啊 钝啊 他就是春蚕吐司细细的勾就可以了 一定要勾的细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我们要用5号勾线笔 因为他勾出来用狼嚎勾 勾了之后 要如春蚕吐司一般 啊 要如春蚕吐司一般 哎 明白了吧 啊 就是这种啊 哎 所以不着急 这个慢慢学 是吧 退休那个谁 张东梅阿姨 张东梅阿姨来了吗 张东梅阿姨 这也不是今年刚刚退休吗 然后去年刚刚退休 然后开始学画的 别着急 慢慢来 我们每天都有新东西 每天都有新东西 啊 慢慢来哈 嗯 墨色也要淡 对 我呢肯定画的会稍微重一点 让大家能看得见 不然的话 那你们啥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呀 对不对 这个大家要勾的 但底稿是纸的 纸质的都发给大家了 啊 我们的助手都发给大家了 大家应该能收到 如果你没有 你在社群里 你在社区里跟他们说一下 说我没有 没有 你跟他说一下 让小助手 再发给你一遍 直接打出来A4的一拼就可以了 A4的一拼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 不用着急这个 嗯 这个不用着急 所以慢慢来 慢慢来啊 我们这个课呢 年前我知道大家都忙 我们年前上一部分 如果能上完就上完 上不完 我们就年后上 好吧 慢慢上 A4的打印两张稿子 一拼就可以了 啊 回看多久 我什么时候上完了 一个月之后 什么时候上完了 一个月之后 如果你有365的回放 看到明年这个时候 看到明年这个时候 哎 和勾千里江山的要求一样吗 不一样 千里江山我们讲 是勾的时候 怎么讲呢 就是把它的外轮廓勾出来就行 这个呢 还要稍微注意一下 笔法 啊 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笔法 嗯 您可以年后看 没问题 啊 我们肯定明天就要上 先教大家画起来 是吧 哎 先教大家画起来 那 矿子有卖吗 这不弹出来了吗 195 看见吗 195的捐 大家看见了吗 在这个里头 弹出来的这个 就有框啊 这个195的这个就有框 好吧 195的就有框啊 哎 碎巢图画啥 你先把这个画完了 碎巢图你等我 你们非得把我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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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我赶死 是吧 把我扔脑袋我就 我就哪天我就我跟你们说 我就 嗯 你们就直接把我逼疯了 哎你看 一刀还拉不了 拉不没 两刀三刀给我拉没了算 嗯 拉没了就算了 你们你们就就 哎呀 365的回放呢 是我们这个到明年年到今年年底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内容的啊 就是霍老师所有的直播 您都可以看看到今年年底 我们一个月减30块钱 是吧 啊 现在呢是335 也就是把1月份的已经给大家减没了啊 哎 捡了30块钱 是吧 哎所以这个呢 就你可以看一年 看到今年的年底 看到12月31号 那当然你一回头看啊 你今天的12 11月26号 你可以回看我一年前的这些内容 啊 一年前的内容 嗯 在店里买没有 啊 在店里买没有 只有今天在直播间买捐 才有这些内容 啊 明白了吧 今天只有在直播间下单这些东西 才有 才有 啊 我们送的这些 因为说实话 我的这个框 只有100个 95的几张画 开什么玩笑 95的是捐 啊 95的是 195的是捐 不是画 195的是捐 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下单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发的就是什么东西 千万不要搞错了啊 啊 195的是捐 啊 195的是捐 嗯 好吧 嗯 先勾件还是先崩捐 当然先崩捐了 崩捐有视频啊 啊 崩捐有视频啊 啊 这幅画几节课画完 不知道啊 啊 我只能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画完 什么时候拉倒 啊 什么时候画完 什么时候拉倒 啊 懂了吧 啊 所以大家慢慢来就这个画这个东西 你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我如果敢着咱们太着急的去敢 太着急的去画这个东西 大家会非常累的